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去帮助这个忧郁症的病人 从妇法的角度来讲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 郑鲁老师有讲 要常常去养成这个光明的思路 正面作义的习惯 光明的思路跟正面作义的习惯 讲到要养成这个光明的思路 正面作义的习惯 其实学佛最好 尤其是学广论最好 因为像师父 上任校长老师 像正如老师 他们对广论的开示 其实每一个礼路都是光明作义 每一个礼路都是光明的思路 每一个礼路也都是正面作义 如果说我们自己学到熟练之后 也能够慢慢帮助别人去建立这种 这种正面的作义 光明的思路 那就会对自己 对别人 面对压力 面对忧郁的心情 我想都会产生相当好的帮助 那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学广论学佛的同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尝试 想要修心 修改内心的经验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 一个所谓的正常人 没有得忧郁症的人 他要修改他内心的这些 这个不好的习性 不好的思路的习惯 其实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那何况是已经 严重到已经变成忧郁症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方面是面对这个境界 我们自己要练习 要有光明的思路 要练习正面作义 那另外一方面 也要常常想到 以前师父对真如老师的一个教导 当时真如老师他很想帮一个人 他很想帮一个人 但是后来这个 眼前看这一生现实 好像没有很顺利的帮上 那真如老师好像也很难 也很难过 那当时师父就讲说 其实是要发愿 用无限生命来帮他 用无限生命来帮他 好 所以其实《波罗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描述 说这个一个修学菩萨道的 菩萨摩赫萨 他经过很多地方 看到众生很多苦难 有的时候那些苦难 不是当下马上就可以立刻解决的 但是这个菩萨他的心不会放弃 好 比如说他走到一个很缺水的地方 所有的众生都很缺水 好 然后 那那个菩萨就会发愿 我一定要很认真的修习 圣圣波罗波罗密多的教授教法 好 那因为 修习圣圣圣波罗波罗密多的教授教法 能够帮助我快速成佛 那我成佛的时候呢 我的佛土当中 我的国土当中呢 就不会有任何众生 还要再遭受这种缺水的痛苦 好 你去读波罗经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地方 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佛法讲业果 这就是一个最 我觉得是一个最妙不可言的地方 有时候你看到众生的痛苦 好像你眼前没有办法改善 但是如果你因为眼前这个境界 帮助你跟佛法种下了 更相应的因的话呢 帮助你懂得如法用心 种下了跟佛法更相应的因的话呢 那我们还是因为眼前这个境界里的 众生的因缘帮助我 能够跟佛法更相应 所以 等于说这个众生帮助我 得到了佛法 跟佛法更相应 所以这个业果回馈回去呢 将来他也会因为这个因缘 有机会也跟佛法更深入 更相应 所以你从业果的角度上来看呢 其实面对生命里面很多 现世看起来好像无能为力的境界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不要放弃内心里面的 这个如法的正念 你继续依得佛法去 提词自己的正念 去运用这种光明的思路造业的话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在现世看起来没有什么改善 那你因为这个境界 缘到了正法 皈依了正法 跟正法更相应呢 那这个境界里的众生 因为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他造了这个业能 也代表说他将来赶果的时候呢 他也会跟正法更相应 好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研讨 就先进行到这边 好 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向 好 那请大家一起认真的回向 好 那尤其是 像最后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说自己还有 无量无边的众生 大家都在轮回里面 遭受身心的种种痛苦 那希望我们认真的回向 好 那希望这个大家都能够得到 佛陀教法的射手 彻底解决自他一切 生死苦里面的所有的问题 好 那请认真一起念 好 愿此书圣公的回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好的 谢谢大家